嘉宜蒜头糖厂建于西元1906年 在日治时期曾是全台第三大厂 2001年那里台风造成厂区淹水 制糖设备严重回损 因此停止制糖业务 今日蒜头糖厂结合台糖特有的五分车 以这层文化园区为主题 转型朝观光休闲发展 厂区内也可欣赏到日式宿舍群 及巴洛克斯建筑 因为这是我先生的故乡 所以我大概每次回来都会来这边朝圣 蒜头这层文化园区 另外设置了一座铁道文物馆 馆内展示许多相关物品 而综合交错的铁道上 则可看到各式各样的五分车头与车体 包括一台在日本流落30年的蒸汽火车头 此外园区内还有生态公园 结合了环保的概念与资源回收的应用 使糖厂兼具教育的功能 这个糖算在日式宿舍它叫零制宝库 就是我们大概零制宝库 就是我们大概零制宿舍 它的那个成绩都是零内钱 那其实光雨后也是台湯的宝库 我们大概都前三分五年 但是后来就因为那里台湖 水烟真的很高两米高 所以整个工厂整个都坏掉了 那重新修要花了好几亿 所以那时候我们公司就让叫它 集市广域 然后看要做什么转型的工作 最后我们就去参考 临近的叶美跟物事林 他们做的蛮成功 传统的产业能成功转型 地方政府是地方参与的核心 而乡村文化逐渐走入大众 这次学者又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现象其实跟几年田 政府在推动农村再生条例 是有一些关系 就是他们政府要觉得 要去解决一些农业的问题 所以就希望去找到一些 在农业方面的特色 或是协助农村转型 台湾乡村文化特色 这是一直都存在的 只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见得是会特别的被重视 那当然有政府的政策 当然会产生一些引导 传统产业的转型 与乡村文化逐渐走入大众 除了民众自发性的参与之外 地方政府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不少传统产业转型后 会建立观光工厂 开放免费参观 希望让大家在认识台湾农村的同时 也帮助传统产业 以不同方式继续走下去 中正义报 张军涵 简纯妹 嘉义报道